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Ryde 分禮跟新朋友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又回來寶可全DX的遊戲啦 上一集我們終於知道超猛黑化的原因喔 那麼今天應該是要跟那位叫做安的女生 一起去尋找拯救超猛的方法 好像是要去一個雷吉奇卡斯的古代遺跡吧 我們上一集有看到 因為聯賽已經暫停了嘛 必須要先去解決這件事情才OK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去看看吧 那麼今天呢我換了一個新搭檔 我們換火焰機上場喔 好的那如果我最近最喜歡這款遊戲 如果想來看Ryde的遊戲玩下去的話 可以喜歡我的影片點一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小鈴鐺才會說Ryde 恭喜影片的動態囉 我們要去哪裡? 要去找他們一族的長老啊 應該是在這附近吧 喔? 終於來了啊 一個人擅自跑出去 他明知道黑色垢鳴只是災難之時 情況大致上我都已經了解了 不過石頭和超夢融合的這件事情 倒是疏忽我的意料 把他稱作黑暗超夢啊 怎麼樣才可以幫到超夢 就是我們必須要去阻止黑色垢鳴石暴走 你手上有從一族繼承下來的那塊石頭吧 什麼東西 這個ブローチ的事 喔是這個嗎? 繼承下來的石頭 這是以前 超級力的力量 驚鳴石的欠片 這個是 共鳴石的碎片啊 很久之前呢 黑色垢鳴石也有曾經暴走過 他奪走的力量 還沒有停止 他奪走了整個大地之地 而且還沒有停止 據說整個尖鐵地區都面臨崩潰的危機 他奪走了整個大地之地 而且還沒有停止 據說整個尖鐵地區都面臨崩潰的危機 他失去了強大的力量 在現在看起來只是一顆石頭而已 所以我們要喚醒這顆石頭的力量嗎? 果然 如果說這顆石頭恢復真正的力量 就可以跟黑色垢鳴石媲美 但是這一次 僅憑這一點是不行的 因為他跟超夢融合了吧 喔對 因為黑色垢鳴石跟超夢 已經一體化了 要跟超夢融合 必須要與超夢產生共鳴 將超夢的心從黑色共鳴石當中分離出來 否則沒辦法消除黑色共鳴石的力量 哇!感覺好像很難喔 其餘的是你能與超夢產生共鳴 所以他們才帶我過來啊 因為我無法跟超夢做共鳴嘛 那塊石頭也會對你們所引發的共鳴產生反應 便逐漸恢復力量 換句話說 如果在戰鬥中引起強烈共鳴的話 沒錯 聽說恢復到本來的力量 石頭會發出彩虹般的光芒 所以說老半天還是必須靠那顆共鳴石啊 然後必須要由鳴來使用 才能消除黑色共鳴石的力量 所以說老半天還是必須靠那顆共鳴石啊 然後必須要由鳴來使用 才能消除黑色共鳴石的力量 那麽立刻就在這裏開始對戰吧 不過是必須以古老形式的對戰喔 古老形式什麼意思 在沒有任何支援的幫助下 我要來親自檢驗你們擁有的實力 好喔 所以還是得打 來吧 雖然沒有聯盟賽的 但是要來跟他們的長老打打打看 哎唷 旁邊都是神柱耶 太帥了吧 來吧 火焰姬 等一下 火焰姬你下面那一包是什麼東西 打打看打打看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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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姬好帥喔 他的攻擊我也很喜歡 別再防了 唉唷 痛痛痛痛痛 我們現在沒有支援的寶可夢可以幫忙 我們現在沒有支援的寶可夢可以幫忙 但是沒關係 自己打就可以了 下去吧 長老 輕鬆輕鬆 連支援寶可夢也沒有 小心喔 喔唷 我擋 嘿 哇 來吧 超級火焰姬 哇賽好帥喔 直接收掉欸 哇這個火焰姬的T技太帥了 有嗎 這樣會有力量嗎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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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所以 除了長老之外 還另外有三個人願意借我們力量 來復活這顆石頭 所以我們還要打三個人 所以我們要跟暗去找那些人 他可以再去其他地方是不是 原來還有其他的點 這裡也有 這邊有這個耶 洛奇亞 等一下 我再換一隻寶可夢來打看看好了 來了第二個第二個 他是諾拉 雖然這個地方的力量也變弱 但是還是可以維持一些 可是你戰鬥的話 石頭就會更恢復力量吧 別著急 戰鬥是在那邊的戰鬥訓練師吧 對是我沒錯 在這邊要進行不一樣的戰鬥 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不一樣的戰鬥 在沒有共鳴爆發的狀況下戰鬥 看可以打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也是可以啦 來試試看吧 第二場 來看一下他會拍出什麼寶可夢 喔 剛才背後那個洛奇亞好帥喔 他拍出的是沙奈朵 可以可以 我沒有打過的經驗 但是我用的是蜥蜴王 我沒有用蜥蜴王的經驗啊 但是還是來試試看吧 嘿 嘿 哎喲 哎呀呀 我現在沒辦法MEGA進化有點麻煩 可以啦 輕輕鬆鬆 嘿嘿 哇哈 中招 哇好猛喔 他真的超強的耶 這個實力完全跟我們 打聯盟的時候感覺完全不一樣 我搖桿都沒電了 等一下換個搖桿 哇他還可以MEGA進化 怎麼可以這樣 不公平 不公平 你說我的MEGA進化 但是你自己卻可以MEGA進化 哇 來這套 下去吧 帥 雖然被限制共鳴 但是還是打贏了 啊 比預想中的還要強 還好啦 喔 增加光芒了 有嗎 但是這樣還是不夠的 嗯 嗯 你們的力量已經沒有辦法引起共鳴爆發了 大地之力減弱 你們的力量已經沒有辦法引起共鳴爆發了 大地之力減弱 本來以為如果改變戰鬥方式的話 但是還是不行啊 原來是這樣所以才沒有共鳴爆發啊 怎麼了 黑色共鳴石的力量變得更強了 如果我可以代替你我很想這麼做 但是那塊石頭只能夠由你來使用 不要放棄 堅持到最後 來吧 又開了一個新的點 喔 是個煉空座的場地啊 原來是傑克先生 傑克先生是我們接下來的對手 沒有時間了 沒有時間了 現在大地之力相當的弱 現在大地之力相當的弱 沒辦法使用共鳴爆發 沒辦法 但是如果說跟寶可夢羈絆夠強的話 石頭他會回應你的 行走 來吧 我們來看一下傑克大叔 他會派出誰呢 裂空座的場地真的有夠帥的 那他派出的是露卡莉唷 啊 我也換夥伴喔 換尖盾劍怪 來試試看 一樣沒玩過這一隻 試一下試一下 擋 哇 哇齁 好痛 露卡莉唷打我超痛 欸 沒打到 蛤啊 彈回去 超猛喔 好 喔 阿 超帥的 哇 哦喲 完路加莉唷認真了 哎呀呀呀呀 他的球 不行不行不行 不要認真打 好痛 超痛的 殘血殘血等一下 少王帮我打 说过去 呦呦 差点被打倒好险 赢了赢了 再一下下都可以了 我们赶快去下一个人那边 哦 怎么了 你好像有注意到已经没有再下一个了 什么意思 大地之力已经从中消失 看来已经到达极限了 如果不马上阻止黑色构名时暴走 就会变成无可挽回的局面 可是我们只差一个 超梦的心感觉不到了 怎么会这样 我们只差最后一个了 我们要直接去找超梦了吗 哦 那颗共鸣石 哦 压制住了 黑色构名时的力量减弱了 有机会有机会 有机会有机会 来吧 他说他在短时间之内 会在想办法增强共鸣石的力量 我会把你救回来的超梦 来吧 最终战 前面已经有打过超梦的经验了 这一次 没问题了吧 那原来要打超梦哦 所以我把伙伴变回喷火龙了 他3000滴的血太扯了吧 挡一下挡一下 都没打到可恶 我才打这么一点点 吐血了 慢慢来慢慢来 远远的就先喷他火 来啊来啊 撞你 哼啊 哈哈哈 哎哎哎哎 想要地球上头没抓到他 哇现在打这么一点点 哼啊 而且我不能Mega进化 对吧 掩护我一下 掩护我一下 我转 哎哟没抓到可恶 吃我一拳啦 再来 快乐快乐 我们稳着稳着 他现在600多滴血 应该打得赢吧 应该打得赢吧 继续 狗死你 呦呼 什么 我还要再打赢一场 哦天啊我超酸 第二场我们轻松打轻松打 我手超酸的 血有够多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哇 来啊 我都没有爆到他耶 可恶 有有了 地球上头 我砸 把你甩上去 痛吧痛吧 啊 有了他半血了 哇 完了 哦哦 撑住啊 哎呀哈哈哈哈 好可怕好可怕 哇 没力了我没力了 他可以开大我不行啦 帮帮我 等一下我手好酸 哈哈哈哈 啊 GG 第二场输了 那我们趁机休息一下吧 我手真的超酸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一比一 还有机会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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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用共鸣了 安的应援成功了 水啦水啦 上吧 Mega进化 先挡一下 再来 一样逮到机会就喷他 连喷连喷 哎抓到了 看我 歪死你 哇 再吃我一拳 哈哈哈哈 哦有机会开大 哇 哎没打到可恶 哇大miss掉了 插噴 没关系还有机会 哇 哇 我是抓不到他可恶 哈哈哈哈 那个距离都没抓好 他现在在900多 哎 其他旗 祝福我一下 哇 我不能松懈 我写中500多 哎呀 按照这个步调 一拳一拳 一拳一拳 有啦 嗚呼 剛才打没开到 超可惜的 有了吧 超梦 哦 那个石头 有吗 有吗 耶 超梦变回来了 哦 没事了没事了 打得我手好酸 哈哈哈哈哈哈 没想到 构命石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啊他裂掉了 这个石头 他也尽力了 即使这块石头耗尽了所有力量 也无法与黑色构命石的力量相比 多亏了你们的帮助 多亏了你们的帮助 总算 因为安对于超梦的情感非常强烈 应该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吧 我马母鸡斗 我会把刚才出现的黑色构命石带回我们一组的地方 没问题可以把超梦交给我 我会好好的调教调教他的 不客气不客气 诶 这样我没办法再去其他地方了 我又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了 好吧 总算啦 我们也把超梦给救回来了 开心开心 之后我应该就可以好好使用超梦这只角色了 你看等级一等 我也还没有练过他 解封印啦超梦 好啦 那我们今天影片都先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 那如果各位还想再去看下去的话 想要看我用超梦的话 那就帮影片点个喜欢 只要愈多喜欢 我就会继续拍给各位看啦 那这个剧情应该到这边算是告一段落了吧 把超梦给拯救回来了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掰掰 等一下 哦吼 妙蛙花出来了 有的进化动画之后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有的